父子俩就这样坐着 在这个看起来摇摇欲坠的家的门口 简陋的水泥台阶上 有破旧的廉价拖鞋 散落的粉皮和涂鸭 医院店买来的塑料制品 顺着黑色小狗脑袋的方向看进去 昏暗的房间给不了我们任何期待 父亲正正地望着一边 脚上是磨破了头的宫靴 手上是抽了几口的香烟 儿子眼神空洞 双手勾在一起 就像他解不开的思绪 连打在他脸上的阳光 似乎都带着一点让人疲惫的重量 这只是两个人共同经历的一瞬间 却好像隐藏着过去 现在和未来 左边是三十年前的他 右边是三十年后的他 他和他所有的快乐 不幸 甜蜜 挣扎 都在这条时间隧道中循环往复 嗡嗡作响 这种周而复始 在一些遥远的地方 总是司空监管的 人们会无奈地称其为命运 在那里 命运不但是属于哪一个人 它就像无边的冷冽的月光 念过所有人 这是River's Dream里的另一张照片 它清晰 安静 不露声色 却揭示了一个巨大而残忍的真相 它既不血腥暴力 也不震撼人心 而是一种漫长的模式 直到心死 直到 对 阴入尘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